大家好 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我是經濟日報的李國慶 港股今天受到多項利淡因素的影響 出現了比較大幅度的調整 我今天和大家講的題目是其中一項 可能演變成利淡而重要的因素 這個題目就是特朗普大戰希拉利 還沒講題目之前 看看恆生指數表現 存在恆子跌了368點 修補23317 成交收縮到645億 較上個星期五 少了大概一成 今天港股之所以跌有很多因素 等一會我們會再講 不過先講最主要的東西就是 特朗普大戰希拉利 上個星期五 道指就跌了131點 大家看看這幅圖 之所以 咦 升到上去 突破不了這條下降軌而回落 最主要都是因為有些民調顯示 特朗普追上來 那個受歡迎程度 可以說是和希拉利是不相伯仲的 現在最新的民調就是兩個都是41% 就是差不多 叮噹碼頭 市場對於特朗普可以追上來 就感到失望 股市突破不了這個下降軌 並且出現了一些回徒 現在最重要就是看著 是不是可以升得穿這條下降軌 如果不升不穿的話 就要看著下面那個大概18,000區 17,992點 如果跌穿就不好仰了 那究竟會是怎樣的反應呢 就要等到明天早上那個辯論之後 大家應該清楚一點了 究竟特朗普會是領先 還是特朗普會落後 市場對於特朗普如果真是領先 就應該不買帳的 就會比較轉弱的了 好了 美股這個因素影響了 其實整體整個環球股市的 今天回到來 你見到台股都是要跌 大概跌1%的 台股其實是比港股 近來都可以說是比較偏強的一個市場 那它都要跌 日股呢 上個禮拜出了招的嘛 今天都要跌1.25%的 就是日本央行出完招之後 其實反應就沒有預期那麼理想 都不是彈劃很高的 都繼續在這個波幅區裏面上落 不過今天跌了1.25% 好了 港股自然今天都受壓了 今天港股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已經是跌了百多點的了 低開131點 那時候報23554 之後呢就低開低走了 上個禮拜四這一天呢 就是美國議息之後 港股衝了上去 最高突破過24,000大關的 之後呢連續三天下跌 三非烏雅 走勢就不一般了 最緊要看著2.355會不會跌穿 升得上 那 企反上244之上 為之呢解除這個危險警暴 跌穿23155呢就危險了 跌穿22702呢就更加危險了 那 今天除了外圍因素 利淡股市之外呢 還有其他一些因素的 包括內地因素 內地今天呢是水緊 人行的秋水2450億元 人民幣2450億 都不少的 那 那就由於呢 就來十一 國慶長假了 那所以呢 內地缺水 搞到呢 A股今天呢 都比較大幅度下跌 看看上升指數這幅圖 跌了1.76% 跌穿3000點心理關口 修捕2980 這幅圖的走勢就是 上升跨穿了 現在好像似乎有些 一浪低於一浪 那既然跌穿了這個位 後市如果重上反3000 就可能會回穩 那最緊要就是 不要再跌穿 之前這個低位2931 深淨成份股指數 同樣呢 今天好像正式跌穿了一條下降軌 希望它能夠可以很快 上回去擺除這個危機 否則的話呢 有機會會進一步下跌 最緊要守著大概一萬大關 這個前低位10086 由於內地股市 走勢麻麻 今天港股自然回落 搞到 恆指跌1.56% 國企指數就跌了1.7% 走勢都欠佳 還有一個最新的外圍因素 就是德國 由於德銀呢 就被這個德國政府總理 麥克爾拒絕營救 所以就大跌 搞到德股都是回軟的 所以呢 對港股不利 那無論如何 最緊要的是什麼呢 看完明早的辯論 之後呢 港股呢 那個反應才是最緊要的 利好利淡呢 看看恆指 能不能夠守著2315 還是能夠重上24000 點心理關口 好啦 那今天分析就這麼多了 多謝大家